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這次訪問歐洲三個地方 雖然全部都是友好國家 但結果不單是空手而活 更顯示了自己是站在歐盟的對立面 北京以實現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 外交的目的就是以我為主全部不讓 不過策略上亦可以按統一戰線操作 拉一派打一派 港劫朋友孤立敵人 爭取多數人的支持 不過以這個標準去看 習近平此行過後 在歐盟的盟友可能是有減無加 只剩下匈牙利一個 他今次訪問國家之中以匈牙利的關係是最好 除了是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第一個的簽約國 匈牙利更加比上海復旦大學在當地辦學 而中國亦打算在匈牙利投資鐵廠 自行生產電動車 亦符合歐盟規定電動車 是需要包含一定的本地生產元素 才能夠行銷歐盟國家 可見中國與匈牙利的關係友好 匈牙利更加是受惠人 勢必是追隨中國左右 最高領導人日理萬機 又何須千里迢迢到此一游呢 另一個習近平訪問的地方就是塞爾維亞 他不屬於歐盟的一份子 一向是親俄羅斯 他最大的愛國投資者就是中國 習近平到訪這個地方是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轟炸當年藍斯拉夫首都 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25週年發表紀念講話 表達對北約的憤怒並呼籲中塞兩國團結一致 從而帶出一個信息北約是一個危險組織 但正如《金融時報》指出 當俄羅斯侵略去鄰近的國家 北約就擔當保護者的角色 將它講成一個危險的組織 對受它保護的歐洲人來說 未免是有點公然侮辱 又如何可以修好與歐盟的關係呢? 再看第三個受訪國家 發覺中國亦無法改善關係 無疑法國總統默克龍標榜外交自主 盲從美國更加表明不願意介入台灣問題 並反對北約在東京設置辦事處 因此審得北京的歡心 不過中法友好是可以令到習近平選擇到訪 但絕不能化解兩國的價值和利益衝突 經貿方面中國被指是補貼企業 傾銷電動車、電池、太陽能板等等產品 歐盟委員會對中國電動車亦展開了調查 探討是否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 而發覺一直是大力支持歐盟的深入調查 來保護法國汽車業和工人 因此儘管法國聲明不是美國附庸 不等於他與美國沒有共同保護主義的想法 政治上中法之間的距離與他無法拉近 默克龍視俄羅斯總統普京是頭號敵人 而頭號問題就是俄羅斯對歐洲安全的威脅 包括軍事衝突、要脅使用核武、侵略他國領土、發動資訊戰等等 他又強調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成功的話 歐洲將會是永無零一 對他來說 俄羅斯是歐洲的潛在威脅 兩者勢不兩立 對女是無法避免的 法國亦身體力行 與烏克蘭簽訂了10年的安全互補協定 給予實際的支持 反觀中國與俄羅斯 不單止兩個表明關係是無上限 實際上自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 雙方的關係是打得火熱 經濟上 中國大手向俄羅斯扣入原油和天然氣 為後者提供穩定的現金來源 去年俄羅斯取代了沙地阿拉伯 成為中國最大的原油輸出國 兩地貿易額是創歷史新高 達到2200億美元 軍事上俄羅斯聯同中國和伊朗 過去三年每年都在中東的亞曼灣舉行軍事演習 他亦都建議中國和北韓 是和他一起定期在海上軍演 其實自習近平上台以來 不單止與普京建立個人關係 中俄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 都是緊密合作 關係深厚 從2013到2021年八年之間 俄國對外的貿易總額 中國佔比例由一成增加到兩成 2018到2022年三年間 俄羅斯成為中國武器入口的主要供應商 佔總數高達83% 同時俄羅斯的科技進口 尤其是有助提升中國軍隊的空中防禦能力 反船艦和潛艇設施等等 再再是可以加強海軍的戰力 可見所謂兩國關係無上限 並不是未來式的預告 而是現在進行式的事實 其實中俄關係異常友好 更加接近於他們共通的思維和價值 一就是同樣反對歐美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 對他們行動自由的限制 例如俄羅斯是鄰近的國家 作為他的勢力範圍 但就不能為所欲為 而中國對南海主權的宣示行動 或者以軍事行動去騷擾台灣安全 也都遭到美國為主的國家抨擊 而第二就是不承認有普世價值觀 並指責西方國家 是藉自由民主人權的觀念去批評他們 虛弱他們的認受性 撼動社會的安定 最高領導人訪問歐洲 不可能不事先知道 射俄羅斯的威脅是歐盟當務之急 他們要求中國不要助長侵略者 也都當然會在議程之內 但北京不僅沒有正面回應 更且到訪兩個親俄的國家 痛斥北約一頓之後 但竟然對普京侵略烏克蘭不至一遲 外交可以不顧對手 看來仿歐的目的不是指望改善中歐的關係 而是表明自己是穩穩地站在俄羅斯這一邊 又看看你們是可以怎樣做呢 我是杜耀明 今次的評論到這為止 下次再會 拜拜